Odia Jungle 或者授权发布,这个人是官场上的不倒光,历史五个王朝,后唐,后晋,契丹,后汉,后周,侍奉过十一位帝王,后唐的庄宗李存旭,明宗李寺远,密帝李,从后,末帝李从科,后晋的高祖石敬堂,出帝石仲贵,契丹的辽太宗耶律德光,后汉的高祖刘之远,隐帝刘成忧,后周太祖郭威与世宗柴荣,魏吉宰相,在乱世上,在乱世上。 王朝更替中屹立不倒几十年,迎刃有余,创造了奇迹,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也让他留下千古骂名,宋代的欧阳修与司马光,修新武代世时,骂逢道,是无怜齿利人之大劫,是造成国家威亡治乱之祸根,是一个朝为仇敌,目为君臣,一面辩词,曾无愧作,大劫如此,虽有小善, 何族称呼的无耻之徒,奸诈小人,被钉倒立誓的耻辱柱上,世世代代遭人唾骂,骂他的人无非是骂他缺少细节,狠不君子,圣人门徒们,各个说起冯道都一份填膺,骂他未及人臣,而国王苟活,请代著名思乡家王夫之,更是把冯道的罪恶上升道,冯道之恶不于商周王,其破裂于道之矣, 冯道画像,然而,这冯道真的君子过,不是狗伯,在痛苦中思考,在险恶中,挣扎,现实许多无奈,并不悲欢也不绝望,体现了内战精神的冤妃愉悦,远胜那些注重外在的绚人耳目作秀者,也许他也曾博取声誉,投机取巧,尚惜小命, 但君子与小人,到底该有怎样的界限,就是被后人骂他屈身契丹的事,看看他做了怎样好的奴才的奴才的事,割让燕云十六周给契丹的石敬堂,为了转夺后堂江山,任比他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,需要派一个人出示契丹,选中了冯道,冯道十分爽快地答应了,按常理所谓的常理成全了一批伪君子,冯道应该拒绝, 但他没有,被认为不知羞耻,放弃尊严,而让他背上千古骂名,但谁又知道当时冯道内心的真实想法,剑在弦上,由不得冯道来做主呀,五代十国武士复原图,让我们认真看一下,他后来与耶律德光的交锋,就能深层回味一些事情的初衷,当耶律德光灭了后劲,占领开封,时任外观的冯道主动进京进建, 似乎这冯道小人到一定程度,这耶律德光小去中原所有的人物,对冯道更是有点不屑一股,单刀直入问他,你为什么来见我,这其实是有原因的,当初冯道出使契丹,耶律德光想留下他,冯道这个老油条已退为尽,着实戏弄了耶律德光一把冯道不动声色地回答, 无冰无成,怎敢不来,这话暗藏锋芒,耶律德光很得意,激紧骂人的对他说,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家,你是何等老子,冯道不由地笑了,无才无德,吃完老子,吃完,是指有底线,这老子是真老子,耶律德光,被他的庙对斗了,便止住笑声,开始问点正事,你看这天下百姓如何救的, 其实,耶律德光的意思是说如何致力中原百姓,冯道盯着耶律德光认真地回答,佛都救不了,只有皇帝就得了呀,五代十国时期,夜宴图冯道巧妙地告诉耶律德光,善待老百姓,百姓才会拥戴你这个皇帝,水能在舟,水能复舟养,人本才是立国之本,从这冯道与耶律德光的对话中,看出冯道很仁慈很君子,迂回劝说, 心系苍生,在强权面前,冯道不是一个唯唯诺诺,随波逐流的人,能够历神乱世,周旋于人主间,尽心去做些有益的事情,深得不同的皇帝赏识,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学问大智慧,留意冯道的一些事迹,其修养与行为,不折不扣的是真君子所为,让那些满口仁义道德,笔伐口诛的伪君子,强的不是一点半点, 真小人无论怎样打扮自己的清廉细节,总会不经意见露出小来,攀高知,扯虎皮,装心高,灵魂深处,一颗肮脏的心与粉末的魅骨,招摇过世,急功近利,整日在演戏,但自古以来演戏中会有演杂的一天,露出本来面目,五代十国时期,夜宴图冯道当年更后唐李存旭, 出征与后粮征天下,他与师族同甘共苦,筑草设茅屋,把自己的工资与随从,仆人,共同消费,将是给他送来抢劫来的美女,坚持不要,实在推不掉就另找房子养起来,想法设法让他们回到家人身边,当老百姓遭受饥荒,颗粒无收,逢道便经其所有赈灾济民, 并且亲自下田种地,凡此种种,这不是装出来的君子所为,是问那些君子们,都发自会府的做了什么,公元954年,冯道死了,活了73岁,多少人骂他该死,每一次改朝换代,他就应该死,可惜他一次次没有死,而他终归死了,死得太晚,而骂他的人都以怎样的姿态活着,君子与小人,谁又能说得清, 寇问良心,在语言之外,都做了些什么,立身修己吧,五代十国,由春图小编提示,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敬请关注,点赞,转发,欢迎参与评论,说出您的想法,若不喜欢,敬请留下批评,分享您的见解。